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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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想还是真的是好像醍醐灌顶的感觉 因为我父母以前就比较忙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我就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 我就觉得有时候游戏就是自己的朋友一样 我以前喜欢玩一款单机游戏叫三国之十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这是一款日系的游戏吧 但是还是要下载一些修改器来做修改参数 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不是特别会玩游戏的人 然后呢我当时还下了很多修改器 去制造一些很厉害的人物 给我当我的武将这样子 但是我尽管是这样 我还是打不过电脑 这个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已经把就是所有的武将都调到的数值调到最高了 但是我还是被对面的藏骚给灭了 我是因为看了很多野史 我是因为喜欢看小说书嘛 那时候就看到就是陆迅跟孙上香的爱情 然后就是还有什么假许的故事 还有那个郭佳 就是这种因为小说少女漫画 小说比较多 那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三国可能在我眼里会比较有感情色彩 然后我还会去找 就是去看历史说这个武将出自于哪里 然后这个武将如果死了 就他可能他的他的历史结局就是一年早逝嘛 我就会很难过 我就觉得哎就感觉好像真的有个朋友去世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回到三国 我是怎么样的人 但是我就想说我这样的人应该不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他因为我现在去看那些计谋 我都不是很想的明白 他那个时候如果是他是第一个人 他怎么能想出这样的兵法 他怎么能想出这么用人这样子一个套路 我觉得我现在回去我也只是一个当了一个小兵而已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玩那个三国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回到一个过去成为一个将军 然后无论是生是死 然后再死沙场那种感觉 还是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之前是也是大学玩刀塔嘛 然后我就很喜欢就是玩游戏玩得比较好的男生 就觉得我以后找个老公一定要说 那我们有做家务solo一把 如果你输了那你就你要脱地 如果我输了我脱地这样子 我想着一定要找个大神做老公那样子 疫情期间我那个时候只是当他一个普通玩家了 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 我刚开始很不喜欢他 因为他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有两万兵 就是别人别人如果说要打输了 我都会冲上去把这两万兵 无论打不打的赢 我都会会上去打 或者是我们去攻城的时候 我一定是第一个冲上就是去破城防的人 但他不一样 他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 他会想的如果他会一定会站岗 在站在那里就是说这个任务如果别人能完成 那我就不上了 我留着冰做其他的事情 如果说别人做不好 他那么一个他就会上 他是这样的人 变好是这样子的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从游戏里 就是从那个出生州进资源州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一群菜鸟在玩 然后菜鸟玩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级别才三十多几 四十几 然后对面已经有一个阵营先进入资源州 就是发育的很好 可能有满席的队伍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那个时候入关的关口 他一个人站在那里 我们50队冲上去都没有用 就是他就站在那里不动 就是我们那个游戏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冲上去 如果他输了他会溃败溃逃 但是如果说他赢了他就一直站在那 然后呢我男朋友我老公呢 他就是属于那种 他可能那个时候踩的时机 我那时候不懂 我现在想想可能是他踩的时机比较对 他是最后一击 把那个人击溃的 然后我想说哇这个人是英雄啊 那时候就给他留下一个好感 我那时候就觉得 哎这天然的好感 就觉得这个人应该还不错 就这样子 我可能是一个网瓶少女吧 可能就是对他的好感都是始于游戏 但对于他的不好的点都属于他的人品 就是人家打得太自私了 后来他跟我说 他说我以前是打这个竞技游戏出身 他之前想打职业嘛 后来就是因为这不太可能嘛 他就说我能发育起来 我后期能带着大家赢 我就要把资源就可能自己会享受的多一点 他会想的比较理性 跟我这种无脑冲的人可能不太一样 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理解他 他对这个游戏的游戏体验 或者游戏感悟不一样 所以对他的一些不好的点 就开始慢慢的消失掉了 喜欢就觉得他长得还可以 这个他的第一特征 长得还比较清秀的 虽然他的那个图片都是美颜过的 然后呢 还有他的玩游戏的时候就是比较聪明 然后呢 他就是不是靠钱堆出来的 就玩游戏的一些体会啊 还有一些细节方面 我就觉得这个人比较好 也不是这种一见钟情 就是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聊到一起 然后发现就是他这个人就比较孝顺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优点 他这个人的工作的时候 就是会比较上进 包括他可能跟我身边的男生朋友不太一样 他可能是出过海 比较能吃苦 对自己的职业 还有人生定位会比较清晰 就会觉得他 他这样的 我认识他的时候 应该是28 29岁 他这样的男生就是的年龄 就是真正的就是28 29岁 该有的样子 就不会像有一些孩 就有一些男孩子 30岁的年龄 可能18岁的心态 那我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男孩子 然后这个男孩子就是就是所有的条件都是还不错 但也没有特别优质 但是综合加起来就觉得这个男孩子不差 就这样子 真正爱上他 我觉得我对我的性格应该是慢慢的了 就是见过几次面吃过几次饭 然后游戏里互动的比较多 才觉得慢慢开始相处起来这样子 我那时候还是男朋友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觉得最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 他觉得我后来的转变让他觉得很亮眼 因为他也觉得我以前是个小女孩一样 很情绪化 老是跟他闹 他是一个白天上班很忙的人 因为他是做那个海运公司的一个行政 他那些行政跟普通公司的行政不一样 他要牵扯到一系列的安全检查 还有船员检查 可能他们一个海就是像那些报官 都是需要他去做的 他上班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控制搭理我 那我那时候就胡思乱想 然后呢 现在就是 他那个时候对我其实是不满意的 我感觉得出来 就是外在条件再好 其他条件再好 都没有用 就是真正如果说两个人旗鼓相当的话 这个男孩子只会看中你的一个内在问题 然后后来我就是通过一系列学习 然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去学习改变的时候 他才觉得你这样的状态我很喜欢 所以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这样子觉得 我们现在还是经常吵架 但是我们就是知道一个点就是 我们两个一定要不停地进步 然后并且他跟我说 就是不太会问就是你会爱我多久 我们俩答案肯定都知道 就是说如果你永远在原地踏步 那爱很容易就消失了 就一定要不停地进步 两个人就是可能说不停地学习 他变成他的样子 我变成我的样子 那不停地爱上对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是我们最好的状态 而且我觉得他让我家里人最认可他的地方是 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可能疫情在家 然后工作上也有一些就是落差感 就是很多的压力加在一起 我可能当时的情绪也不好 我然后我跟他的感情也有点受挫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去 就是我觉得我就开始自省 我说我是不是真的有点问题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可能不是很自信了 我以前可能在公司的时候 的公司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就觉得这种落差 他说你现在所有的东西 你觉得你曾经营营我要的东西都在慢慢的缩水 你肯定会没有自信的 他说你要增加一些东西给你自己 那他就说那你要么现在去增加一点学历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准备 我那个时候二十八十二九十准备考研嘛 从就是十二月份的考研考试 然后从六月份开始准备 那段时间也是一个过程 我是准备考那个工商管理硕士 也是当时给自己目标定的很高 包括我现在有了孩子 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后可能就是一个学习型的妈妈 就是一路上可能说孩子读幼儿园 我会陪他一起学 然后包括可能我跟我孩子 到时候他读高中 我会把他的高中课本中 也重新学他一次 就是我这个过程让我觉得真正是找到了自信 就是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自己身上了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是我觉得长进最大的 也是从跟他谈恋爱以后得到了最大的一个长进吧我觉得 就是抖音上面发现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下载了 说三国志战略版 那我就下载进去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其实也是当单亲在玩 然后玩到大概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莫名其妙的就也是就玩得很菜 也是没有玩到就是没有找到一个乐趣 然后玩得很菜 然后最后最后到那个疫情的时候 玩的人多了 然后那个时候学会加微信了 然后发现有人就是有那些人会带着我一起玩 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个游戏的魅力所在 那个时候玩那个游戏就是就会发现 那游戏里面很多名字都是那种 武汉必胜 武汉加油 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魅力就在于 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 可能NBC啊 他真的这个人 告诉你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他们有他们的理解 并且这个游戏的平衡性做的 就是说 你弱可以很弱 但是你强不一定要靠前 然后呢 并且就是很少我大学有玩过Dota 但是也仅仅是五人游戏 最多是十人开黑 但是你真正像这种就是三百人 甚至千人的游戏一起玩 这种感觉真的是三国梦 我那个时候 我们在打一场战役的时候 叫西城之战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四十个人 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完资源周的西线 然后回到西城去防守 防守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人 是那个最强大夜盟三百个人进攻 我们那个时候的指挥官 就凭着一级的就是指挥能力 把这个西城给守下来了 这完全是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等级也好 人数也好 完完全全是碾压我们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指挥官 他可能玩过几个赛季 他知道就是卡器械 还有凌空坠一些战术 他就把这个西城给守下来了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我那天晚上就哭了 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圆了我一个三国梦 我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三国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游戏里找到自己的影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就是不同行业 不同人 他们有些就是私企老百 有些就是学生 有些可能就是也是跟我一样的那个 疫情在家的那些就是普通人员这样子的 就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也会分享他们形形色色的事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玩好这个游戏 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平台 让我们大家了解彼此就是多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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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